在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绍卡 即将迎来15名夏年到此守防的新兵 他们初上高原 严重缺氧的环境 是摆在新兵面前的第一道难关 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 成为一名忠诚的祖国卫士 卫士就位 正在播出 在毗邻国界沿线的卡拉昆仑山脉中 神仙湾绍楼处立在群峰间 这里海拔5380米 年平均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 空气中的氧含量不足平原的40% 被医学专家称为收明禁区的地方 并没有让即将下连的新兵望而却步 反而成为他们竞相申请的去处 周全庆是新疆军区某边防团 去年入伍的新兵 他和战友们在顺利完成的结业考核后 主动申请到神仙湾绍楼处防 1982年 中央军委授予神仙湾绍卡拉昆仑钢铁绍卡拉昆仑铁绍 积极深情到神仙湾绍防 然而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 上哨执勤 使他们成为昆仑卫士 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验 108级台阶 在平原地区相当于爬六层楼梯 这对于年轻小伙 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这里却是寸步难行 成了无数新兵的拦路虎 美极台阶高30厘米 越往上走 阳气越稀薄 即将下连的15名新兵 他们能否顺利登上上楼 承担起守防的检举任务呢 高原缺氧 是新兵下连避过的难关 但这一关并不好闯 从海拔3700米的团队出发时 挑战已悄然开始 现在 马上就要翻越这个 爬不得打板 爬不得打板 号称这个 是108道北斗湾 这个海拔越来越高 爬到井的话是5000多米 这批新兵大多数来自内地 他们要顺利到达各自的连队 都必须翻越我国海拔最高的这段边防公路 哈巴克大坂 大家有没有反应呢 没有 假如出现头疼啊 恶心的 其实给我说 一片黄土 一点绿色都没有 很荒凉 看远处还有雪山 等我们上到更高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雪山了 沿着山路盘旋了两个多小时 翻过打板 海拔升高了1300多路 新兵多姐扎西 长期家乡的歌曲欢聚 和一同训练了六个月的战友们告别 自1950年介绍至今 一代代戍边官兵 用青春和忠诚 在这里接力守护着祖国的边防县 马上到来的新兵们 又将为这个苦寒之地 注入鲜的血液 在颠簸了六个多小时后 新兵们终于到达了连队 卢家康入伍前 是一名大二的学生 家人的支持 让他实现了参军的梦想 而来到钢铁烧卡 更是感到无上光荣 我父母说 去监口的地方是非常吃苦的 你做好这个准备了没有 但是我说做好准备了 我说只有去一方 才能更好的锻炼自己 可是刚到哨恰的第一天 他就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我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他已经晕倒了 然后我就把他赶紧扶到了 雅琴面前在外角锡上 他他的血量宝度 他的血量宝度非常低 才七十多 这已经低于我们正常人的标准了 在山上这个环境下 如果不及时吸氧 很容易发生其他的一些意外 人的血量饱和度正常情况下 是在95%以上 作为呼吸循环系统的 一个重要参数 卢家康的情况表明 他已经是严重的缺氧 如果救治不及时 甚至会出现生命的危险 一起上来的时候 他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反应 在集合战队的时候 突然一下整个人就摊下去了 经过十多分钟的救治 与卢家康终于缓解了过来 第一眼看见我们班长 还有医生 还有连长 他们特别在着急 看着他们都 那种特别着急的感觉 对我比较 比较 我会不会期待 对我来说 这几个人是 我们这两个人 儿子都保护了 因为男子大小 已经在这儿 看着他们了 就不是 我觉得 相对 要CHR 呜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方面 希望他们紧急不当折旧部 容易不当包袱队 他们才是一批又一批在春天湾辛苦相传的人 在生命禁区与死神搏斗 筑起了细部边关 这道坚不可摧的钢铁屏障的正是这些年轻的面孔 可是由于严重的高反 陆家康并没有出现在适应性训练的队伍中 我是农村的孩子 就是夏天的时候果树熟了 中午一两点是最热的时候 跟着父母去摘果子去卖果子 虽然我爸跟我妈去里面 还是不愿意让我来这么健康的基础 但是我知道他们非常的支持我 从小能吃苦的陆家康 没成效 刚到连队就吃了一个下马威 私底下说是班长 如何能更快地适应高原怀疾 当时我就跟他说是 你要想尽快地适应高原怀疾的话 首先你要想增负它 不要去畏惧它 经过军医的复诊 陆家康的血氧饱和度逐渐恢复 他开始和战友们一起 参加体能训练 我们两手抓的事都不够大 你把洗的裙放在鱼的棚 投入最佳状态 先生 我想加入学习经济会员 我最想目标是 跟班长学博去战舍 因为复养室的条件 含量要比外界高得多 差不多是平时的80% 直至现在来说 也缺缺 因为那时候就只有 只有冠状态 近年来 他们的训练生活环境 发生的变化 复养训练师班长 马虎感受颇深 他介绍说 这里的洋气攻击 从救命养 迈入了训练养的时代 只是 这对于陆家康来说 帮助似乎不大 什么情况 是有点头疼吗 对 有点头疼 那你还想继续训练吗 想 我想继续地加重 中学导致 适应高原 只有登上了少楼之勤 才能证明自己 可以留下来 这一步成文的考核标准 成了陆家康心中 最重要的心跳 如果坚持不了 他只能下山 我觉得很一样 刚上来就下山 但是 在我心里面 其实我并不想下山 想跟老班长们 一块儿 束手边疆 你的体质不行 你就从体质这方面做手 再加体质 平时别人休息的时候 你就去怠念 别人睡觉的时候 你也做出时间来怠念 就这样给他听到 我拉一点 天翼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不知道这个第一名是什么感觉 把这几天练的发挥效果了 都比他们快点了 感觉心里非常高兴 不错 继续努力加油 在征服高法的过程中 陆家康无疑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是对于登上上楼值勤的目标 则要跨越更大的障碍 困难才刚刚开始 微微毅力的上楼 是神仙玩哨卡的制高点 通往哨楼的108级台阶 沿着以带考验着每一位攀登者 在这里空手战力 已经相当于平原地区负重20公斤 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攀登者 陆家康和战友们 还必须完成负重拉链 但是进行此项训练的前提是 已经克服了日常训练中的缺氧情况 如果说新兵下来之后 他们的体能有差异 在适应期之内 没有适应好报应 我们这个联队会组织 不会新兵延长适应期 连日的高反缺氧 导致新兵们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这对于原本就体质结束 无疑是血沙加霜 身体和意志都正在经受 巨大的考验 主要是我感觉自己 加上补助了 或者是特别的 到时候适应不了这个高原了 就到二线或者是三线去 事实上 陆家康的遭遇并非各地 几乎每一体到来的新兵 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境 我和他们一样 刚入高原这个地方 也是不适应 我可能比他们反应更强烈 每天晚上 鸡们都会出现高原反应 同层连续三四天 甚至下去办 用生命守边坊 大家请看上面这四图片 一直有吃饭比赛这个传统 到了山上 持续下降 但没有相应的进食 没有能量 你就抵抗不了高原反应 所以想出了这个吃饭比赛 他一个能吃 能吃五碗饭三个馒头 厉害吧 一碗合格 两碗两好 三碗优秀 过去 少恰的条件有限 设施简陋 既没有便利的制氧条件 又没有新鲜蔬菜可吃 战士们常年 在又冷又缺氧的环境下 吃着罐头食品 普遍食欲下降 于是 在全军开创性的开展 绝无仅有的竞赛项目 如今 这里的菜品丰富 氧气供给充足 吃饭比赛已经光荣下岗 而老一辈这股再苦 也要咬牙坚持的精神力量 鼓舞了这群年轻人 昨天去荣誉市参观 看看那个吃饭比赛 受饭比赛 所以只有让自己 吃得更专业一点 才能更好的 树好边 树好房 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 我就想起 他家的父母 下集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喝杯 接收 进怀 快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愿意放弃这个精神 我们边防官兵就是守边防 不能从我们手中丢了一丝一毫的领土 我相信只要传承下来 肯定可以塑造一代又一代继承卡瓦库隆精神的战士 好 让我们休息一下 感觉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就能让自己梦想越来越多 似乎离成为真正的昆仑卫士 只有一步之遥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 这一步并不容易跨越 在这台阶的终端平台 长年来放着一瓶氧气 共产生了上下烧烧事实 哪怕是老兵 每一次登上上楼 都是必小的挑战 可能这个刚上来不太适应 走路这么高 有点发生这个晕厥 可能爬这个楼梯还是比较困难的 呼吸比较急促 那会儿这个头比较 比较优励一下子 班长用不用他 下去休息一下呀 能爬上去吗 可以 别人其实能坚持 我相信你也行 感觉怎么样 这会儿好多了 我可以坚持上去 还能坚持 好 加油 加油 快到烧热上了 我一定要坚持上去 我要上烧热为人民为祖国 站岗直前 我要上烧热为人民为祖国 今晚是时间是时间的 请介绍 赵费一切正常 请介绍 我叫王荫 我来自清尔化龙 我叫李小 来自新疆阿克苏 我叫胡琪 来自河北石家庄 很荣幸成为神仙湾的一名战士 在这里我要为国戍边 守好我们的边防 在这里创先争忧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扎克学域高原 守好祖国的西大门